大家好,我是乔文杰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讲一讲观照阴影下面的阴影功能 打开角色,观照阴影功能是在特别兴趣下的第五个 我们点击它 在这个页面呢,实际上我们把观照功能和阴影功能两者结合起来 这个第一行呢实际上是阴影的功能 而第二行呢是观照的功能 这个视频呢就来看这一块的一些数据以及地图上的一些显示 最简单的用法呢就是我们在调节时间滚动条的时候 在这边你能看到一些黑色的点啊 这一点其实就是阴影 但是因为太阳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形成的阴影就会比较短啊 那我们现在去调节它 如果调节到日出日落的时间呢 你看这个阴影就变得很长了 任何一个只要是建筑类的标记 如果它有高度呢 我们都会把它的阴影给画出来 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阴影啊 但是如果说觉得这个阴影太多了 看不清楚地图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一下阴影长度这个按钮 点一下呢就会把这个阴影给隐藏掉 再点一下呢就可以打开 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功能来找一个对齐机位 那这边我就以平安大厦为例 我们来查看附近的标记 平安金融中心对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设为我们的拍摄主体 当你把这边设为拍摄主体的时候呢 这个目标高度 也就是平安大厦的高度会自动的填写到这里 当然你也可以这边点击它 进行修改也没有问题 好我就以8月24号这一天我来找一个对齐的机位 我可能想在后海这一带拍摄这个平安大厦的日出 所以我就把时间调到日出附近来 好先把地图稍微缩小一点啊 我来轻轻的调节它 你看这时候呢阴影就非常远啊 这个阴影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那我们逐渐去调它 然后阴影就会逐渐变短 然后呢我让这个阴影落在了后海附近的位置上 好就在这一块 这个时间也是8月24号早上的6点20分左右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点击一下 然后翻大看一看啊 看它的阴影位置到底落在了哪里 差不多是在这一块这个位置 我可以再轻轻的调一下 调到刚好落到这个边缘 这一块我没有去实地考察 我也不知道这里能不能障人 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阻挡 但是呢我给大家只是演示一个例子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长按这里 把它设为我们的相机位置 然后呢我们把焦距调到比较大的一个焦距吧 调到先调个200吧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蓄力线式 取景框来看一看啊 好你看这时候呢就差不多是对齐的 我们还可以再放大一点改成500束缚 好你看这时候呢就刚好可以对齐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其实就利用阴影功能来找对齐机位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实际上是用我们的这个对齐机位搜索 你看这里呢我就直接点击它 它就自动把所有的机位找出来 你看这个机位实际上就在这儿 你看我点击这个机位 它就自动的把这个给找出来了 那其实这个呢可以找的更好的 这个比如说在这一块这个山顶上也有些机位 你看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机位还是不错的一个机位 然后其实这后面它还找到了一些机位 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 这就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机位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距离有多远啊 有61公里的一个地方 也能拍到这样的机位 用阴影功能找其实也可以 没那么方便 这里我也说一说 为什么为什么对齐机位搜索功能更有效 以及用阴影功能来找对齐机位的缺陷 在阴影功能里面 实际上我们画的这个黑线啊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画的这个黑线 这个黑线没有考虑到地形 它就想象整个地是平的 然后一个建筑物在哪 那么建筑物被太阳光照过来 在这个平的地面下就可以形成一个阴影 那阴影的顶头呢 肯定就是对齐的机位 但是实际上因为地形是有起伏的高低不平 有的地方呢可能因为地形的阻挡 你根本就没法看到主体 有的地方呢因为地形比较高 所以它的实际的对齐位置 可能并不在阴影所指的位置 所以呢对阴影功能就有这样的一个缺陷 但是对齐机位呢 其实就考虑到了地形的变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对齐机位 找到这些结构中间呢 它有一定的跳跃性 你看这一块有几个 然后这里有几个 中间这一块都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在这一块根本看不到平衡大厦 这因为因为这一块也这个山的阻挡 所以也看不到 但是阴影功能呢 就会把这些地方也都给划出来 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排除一些 没法使用的一些机位 好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